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的不错 大家一块喝 叶耀儒 好 小姐 您才是我们古读教嫡传的教主 现在玄天灵死了 我们要欢迎您做我们的真正的教主 欢迎教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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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头来还是逃不了这些 真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的 教主来了 教主来了 教主有事宣布 大家听好啊 听好 我宣布 从今天起 我们武毒教不允许再炼药了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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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不炼药 不炼药我们干啥 教主 那我们以后不炼药能做什么啊 是啊 对啊 你们炼的不是药 是毒 我让你们从此以后改邪归正 不允许再使毒了 那武毒教不使毒还叫什么武毒教啊 是啊 武毒教原本就不该成立 过去本教害人太多 我把你们带到这里 就是想让你们了断一切 安安分分做个良民 可是我们只会用毒 你不让我们用毒 我们靠什么生活啊 是啊 是啊 你们可以耕田 种地 养生畜啊 照样可以解决温饱 何必干这种害人的行当呢 可是教主 我们 好了 不用再说了 你们一日称我为教主 就一日不允许再炼毒 在这个农庄里 谁要是胆敢违反我的命令 我必不轻饶他 竹头 把炼炉给我掀了 真心啊 真心啊 教主 教主 属下有事回报 什么事 六扇门的人 到咱们以前武毒教的旧址 去探查了 有哪些人 铁手和追命 姐妹 这些人 自己的朋友 要你把你带上去 刺大牌 自行来 你长得了 自己赶快 你带上去 您的心情 懒祖励 爹 大家 咱们 命令 bot 谁 那 不过 从小我就深受其害 碰透了使毒这件事情 离开五毒教 我再也不要与任何毒物有关系了 其实 我自己就是一个毒物 又凭什么说 与任何毒物没有关系 可是至少你们不需要这样 你们可以清清白白地做人 不要再害人了 你不需要 你是说天九门 天九门我是不会放过的 白狼是我的杀凶仇人 我迟早会要了他的命 你放心 我早有对策 就像我们五毒教一样 副教主玄天灵想做正教主 那天九门的副门主 也一定有福正之心 他叫什么来着 至尊宝 我们就从至尊宝身上下手 只要他有野心 我不怕他不跟我联手 你放心 白狼 他活不了多久了 才能听到你 我主意 我没有根本 你听见他 你听见他 唯一 你能不能想 你仲定要不要 不要再说了 追根究底 还是我们太疏忽了 大同僚 有新发现 什么新发现 金冠中毒案 我仔细地检查了他们身上 发现有特别之处 坐 七名死者 置放两天后 尸体呈现发子状态 这跟以往 独孤一人作案 尸体变黑 有很大的差别 后来 我做了解剖 发现他们内脏 已被溶解 而对独孤一人 以往案例 这种情况 是根本没有发生过 你的意思是 不是独孤一人作案 凶手一定另有其人 让你来 不断 大同僚 他 干什么 搞什么 这 就是 就是 我 发现 好像 我 最需要